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高兰博律师邓宏 让我们执法说法距离立正 今天各大的媒体并没有报道 国会里边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 也没有报道即将要失效的 就42章边境禁令 不过来说各大媒体都是说都在炒作 川普究竟上CNN 应该不应该上 以后你可以看得出 他说CNN在Politico网站里边 他说川普不应很多员工 CNN的职员 职员的记者都在抱怨 不应该请川普过来 因为他们指控 川普所讲的东西的话 都在散布谣言 公布不实的 传播不实的消息 不过来说 这个同时的话 CNN里边的话 Washington邮报也是说 CNN让川普上他的节目 而导致大灾难的来临了 他说这个部分的话 CNN的里边的主管 现在受备受责盖 责疑 所以他里边提到 川普在文章里边 在节目采访 70分钟里边 谈到选举是被操纵的 谈到51名情报人员 怎么样子利用行政的手段 来影响选举 怎么样指责拜登之团腐败 并且他也提到了话 这个川普在两个案子里边 他替自己都监轻 指责司法部的双标问题 一个是纽约曼哈顿的民事案件 Karl女士指控他性侵诽谤 以后被陪审团裁定 他的指控有效 要求川普赔偿500万的赔偿 川普说这样的事情根本的话 没有发生过 然后他不相信司法的公正 同样的有关于机密文件这部分 他说他再提到 他说这个机密文件 他本来就是 他没有这比较交出去 因为这些文件 并根本不是机密 他已经解密了 所以他不存在 他要递回去的比较 当然这些言论 以后对很多从来没有看过川普的自由派人士来说 这个完全都是访源 然后CNN虽然的话在节目马上补救 做说的话 这个马上进行fact check 以后fact check的话就是检查 川普所讲的东西是不是事实 比来比去 但是很多自由派的民众的话 他说川普以后这个散布遥远 而CNN给了他这个平台必须要下台 不过来说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在另外一篇的话 是自由派的左媒媒体 他说CNN的董事长 以后他认为这次是非常成功的 他说民众现在觉醒过来了 以后他知道的话 就是说美国是有那么多的分裂 因为CNN的观众都是属于自由派的 没想到的话 现在看到了一个保守派的声音 看到了川普里边的这个版本 对很多已经习惯CNN的这种左媒 观众来说 这个是耳目一新 有格外的没有听过的东西 听了之后有道理 尤其是川普在谈能源政策 在解决乌克兰战争方面 还有通货膨胀方面 以后他们非常认同川普的说法 所以这部分你可以看到出 尤其是争议性的东西 CNN他这次安排的时候 特别跟New Hampshire的共和党保守派人士 来联络 在观众群里边的话 有很多是保守派的民众 也有是自由派的 所以显示出来 我说在美国里边 你可以看得出我们两派分裂的 这个鸿沟有多深 所以的话 这个CNN的董事长 他这个叫做Chris Leach 他去年才当任的 他说CNN现在的话收视率那么低 就是我们只是报道一方面 所以我们要两方面的报道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以后得到保守派的肯定 所以当然的话 最重要一点 CNN他要看收视率 在昨天晚上 这也是在过去五年来 收视率最高的一次 以后再根据 这个Nielsen这家统计数字的话 当天晚上的话 观众达三百三十万的观众 这也是CNN在过去来 全所为有的一个收视率 这个就像Tucker的收视率一样高 以后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川普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page one 他说民众在批评CNN 给了我一个讲真话的一个平台 我相信这对他们来说 他这是很聪明的做法 尤其是天高的这些收视率 他们在很久很久以来 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高的收视率 所以的话 这也是当天晚上 所有电视平台里边 收视最受欢迎的节目 这个对他们来说 连这个星期或者整个月 都可能是最高的收视率 全部电视媒体里边 可以是收视最高的 他说 左派的人拼命在高叫喊 take it down take it down 就是将他拉下来 拉下来不要播放了 在这个播放的过程之中 但是的话 他们这些极左人士 也看到了我在美国边界 美国能源自独立 还有阿富汗这个撤兵的灾难 还有通货膨胀 还有经济 还有俄乌战争 这些很多议题上面 他们看到了 他知道我讲的都是重要的 都是这个有解决方法的 所以在礼拜三 昨天晚上这场活动里边 很多人在开始改变他的 开始改变了他们的立场 开始愿意听一些 common sense常理的知识 而不是是他们并且 经常会侵占 我是Billion是非常聪明的 所以话连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对CNN来说 那这是可能走回中间路线 一个开始 那我们拭目以待 在华兴顿 然后今天法官在佛吉尼亚法院 做出一个重要的裁决 在这个很多州 对控枪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 在很多州里边 他有规定 你购买枪必须要21岁以上 因为在加州 在很多州 你21岁才能够喝酒 才能够开车 或者是做一些抽大麻 所以话枪这部分 很多州将这个农友枪的年龄 规定到21岁 不是18岁 所以这个案子打到联邦法院 因为佛吉尼亚州有州法 他说购买手枪 以后就算父母给的手枪 拥有枪的人士 必须是21岁以上 但是联邦法院说 第二搜证案 保证民众持枪的权利 法律上规定 18岁已经是成人 adult 那adult的话 他应该拥有枪的权利 所以这个法案的话 是保守派的法官裁定 民众有持枪的权利 只要18岁 以后就可以有枪 但是这个法定 这个规定的话 这个判例是在联邦地方法院里边 就做出来了 也是在佛吉尼亚州 还有佛吉尼亚法院的这个部分有效 所以司法部已经表示要上诉 上诉到这个存回法院 甚至达到最高法院 要将这个控制枪控制在21岁以上 在目前来说 这个保守派做出的法官 所做出的裁决 这个是对持枪人士来 是有利的裁决 42号的法规 也是川普在疫情期间的话 颁布的行政命令 他说所有的从美墨边境进来的人事 我们停止接收 所以的话最重要是要保证 这个疫情不会继续传进美国 这个法案的话打了很多两年的官司 也后拜登政府一直要取消 也后今天5月11号晚上11点59分 这项法规就会失效 在目前来说 各方都在规划 那这个失效之后怎么办呢 所以的话 连拜登也承认 他说42号法案出生失效之后 会引致chaotic 很引致边界的混乱 所以现在的话 这个国会 他现在司法部说 我们会引用第八章的第八号法案 来拒绝没有身份的人进入美国来阻止 但是的话有很多这些要申请庇护的人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有可能大批涌进来 到目前来说 根据Fox News的报道 基本上的话 已经在边界有十几万的人等候 这个这个午夜以后 可能一下子冲进来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这个国会已经是马上通过通 今天通过了一个叫做边界安全计划书 这个但是共和党通过而已 投票通过 在众议院在参议院里面 估计可能不会通过 也不会提 参众两院两院都必须要通过 这个这项提案的话 它是要求马上的话 这个增加赶快的 这个逐渐这个围墙 并且的话使用高科技技术 来防止别人偷渡进来美国 同时的话 来了这边之后的话 还是一样快速驱逐 所以的话 但是这个法案的话 不一定会得到民主党的支持 因为毕竟民主党对他来说 多一些人涌进来以后 多一些人可以投票以后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觉得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 为什么他州以后 连他们投票的公民资格 都不允许他查呢 所以造成了很多选举舞弊的问题 针对州政府针对边界的这些 有可能大批非法移民涌进来 所以今天华盛顿邮报 他也说 德州现在已经使用一个很激烈的手段 从州政府的警察局 到这个地方的警察局 全民皆兵 以后他们已经要可能会动用国民兵 来自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来追捕这些非法移民 偷渡进了美国 你可以看得出的话 在很多地方的警察局的话 他们已经武装起来了 希望的话能够 虽然边界 联邦的话不愿意做 但是的话 各地的警察局 他们已经行动起来 现在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很多 尤其是边界 民主党过去搞得一塌糊涂 越来越多的民众 包括警察在内的话 这是当地警察局 他自己也不得不 以后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他怀念川普时代的日子 以后要求民众的话 一起来捍卫自己的家园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明天究竟混乱的哪个程度 以后联邦政府有没有这个魄力 真的是这个实现他的诺源 就是保护边界的安全 如果是联邦政府讲一套 做另外一套 那地方的政府会不会采取过列的措施 而影响到合法移民的权益呢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继续关注 在同样的 这个在今天的世界日报里边的话 他有一篇文章 以后这个也是要让我们华人要提的 要注意的 这个的话是昨天发生的 这一名名叫做梁立堂 他是波士顿统一出进会的会长 在两天前被联邦政府起诉 他被指控的话是非法担任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在社区的话监控反送中的这个集会 以后就透过微信群来威胁这个示威的人士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四年以前 在四年以前 很多香港来的民众在波士顿组织集会 来反送中的活动 以后这个学生发起的一些反 这个的游行示威 没想到的话被这个统一会的这个侨领 这个作为这个盯上了 他们根据指控书自由亚洲电台 他们讲到这四年以来 他们不断的将这些游行示威人士的 这个姓名的地址 他们的照片的话送给 这个中国公安部派驻 这个美国的这些代表或者是领事 以后的话在因为在纽约 应该还是有合法的这个公安派驻人员 同时的话外交部所以的话 他说梁立堂在2018年开始就唏嘘做这方面 但是你向他们提供资料 替他们服务 那你就成为这个外国政府的代理人 这种代理人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向司法部登记 如果没有向司法部登记 好像这个这种情形的话 就是触犯了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刑法 最高的话每一项罪名可以面临5年到20年的劳刑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联邦政府针对的话 这个这个桥团的杀鸡信侯的说法 的做法 另外一个消息的话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这个也是在世界报里面报道出来的 在这个阿埃瓦州 一位老先生 太太光光去世 没想到的话 这个葬礼还没有办好 以后州政府马上送来账单 他说你太太过去因为有病 所以他用了我们政府22万的医疗费 现在人已经去世了 他因为用了我们政府的福利 所以他的遗产 我们必须要从他的遗产里边的话追回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引起很多人的担心 其实在很多州包括夏威夷州以后 还有加州都开始在想办法来增加政府的收入 其中的话像很多现有的人士 他现在居住房子 以后没有两千块钱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虽然有房子 但是的话你收入不到两千块钱 你还是可以申请到白卡 红蓝白卡 红蓝卡 你必须要工作40个单位 但是白卡的话 基本上是政府补贴的 政府补贴了之后 那基本上以前政府有钱的时候 那无所谓 那反正的话不会追究遗产 他们现在发现遗产里边还有钱 所以的话他会在想办法在遗产里边的话追回已经付出的医疗费 所以要保住财产 一定要想办法跟专业的律师以后相讨怎么样子做一些遗产规划 这个采取一些措施 包括设立心钱渗托 否则的话 人走了 留下一袋堆债务 或者是你希望这个房子能够留给自己的小孩子 但是就是因为白卡 政府的这个政府追债 永远会优先于其他人 所以的话这个部分的话 就算可能你因为病 申请了政府的福利 但是如果你要将你自己的财产要传给自己的亲人 你还是要根据这个要咨询律师 想办法做一些遗产的规划 否则就像这个家庭里边的话 到头来以后政府也追上来 要求将这个医疗费先还回去 去年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枪击案 去年5月份的时候 来自于拉斯维克斯的这名男子 他在拉斯维克斯做警卫 后来没有工作 疫情期间的话 他也是压力很大 他自己持枪 跑到了尔湾的台湾长老教育 开枪了 在开枪的过程之中的话 打死了一个医生 打伤了其他教会里边的四个人 他在开枪之前 他已经将他的声明书寄给了媒体 并且表示 以后就是因为他反台独 因为他就指责台湾的长老教会是支持台独的 所以他要杀死里边的教会的人 当然这个案件在 Orange County以后已经起诉面临谋杀罪 还有多项罪名的起诉了 如果是罪名成立他可以面临死刑 不过加州他现在不执行死刑 当然在今天这个联邦的司法部 以后再度起诉 这个名叫做David Joe 周文 周文伟 David Joe 所以这个联邦的案件里边的话 他一共有98项指控 这几个指控里边的话都加上了仇恨犯罪 根据检察官所公布的 他说David Joe 69岁住在拉斯维格 他杀死了一个人 以后试图想杀死另外44名 这个在教会里边的人士 以后他是用枪还有炸弹 所以的话攻击了这个偶弯的台湾长老教会 以后这个事情的话 他说是发生在Orange County 联邦的司法管和权里边去 所以他现在联邦政府提告他98项罪名 45项的话是因为妨碍别人的宗教自由 以后而导致别人的 就剥夺一人的生命 并且试图想枪杀44名其他人 这个部分牵扯到一个使用武器 并且使用炸弹的 所以有44项的话是妨碍别人宗教自由 45项的话是违反了联邦仇恨犯罪预防法案 如果是他说攻击这个教会 因为他们的台湾台独的思想 或者是因为教会的理念跟他不同 他以这个理由作为犯罪的动机 这项罪名的话有45项 一项的话想办法来使用爆炸物 来伤害、溃坏这个建筑 因为他在警察在案发现场里面 找到没有引爆的爆炸物 所以这个部分他是试图 另外一项罪名的话 是已经是垂心懈怠 这个联邦禁止的爆炸物 所以最后六项的话是在犯暴力行为的时候使用武器 所以这98项重罪 约是成立他会面临死刑 当然联邦案子 联邦并没有禁止死刑 加州虽然有死刑 但是加州州长纽森已经是禁止执行死刑 所以如果是这项罪有可能现在一般的案子 联邦政府会优先处理 所以这个案子虽然原来在州 在Orange County进行审理 同时的话又在联邦起诉 这种情形的话 往往是一个是检察官要协商 很多时候联邦案子可以有优先 然后有的时候联邦案子说你不用起诉 来我们归纳成联邦案子来起诉 也有一些情形的话 就是说州的案子先起诉 先定罪 审理完了之后再转移到联邦里面去 所以在这个Minnesota州 他就采用这个模式 在州这个Derek Sherwin被定罪了 以后再送到联邦政府再去起诉 在很多人都知道 在美国有一个所谓的double jeopardy double jeopardy就是说 一个案子不能够双度起诉 但是在这个案件为什么有双度起诉呢 其实同样的行为 他并不能够两度起诉 如果这个案子打了配音团 在州的案子已经被判无罪了 那检察官不能够再度起诉 这个是double jeopardy的原则 但是的话你可以看得出 在98项的名在这里面的话 他并没有指控谋杀罪 为什么啊 因为谋杀罪是州的 所以他为了避免这个double jeopardy 你不能够双度起诉 他说我没有起双度起诉 我我起诉的罪名不一样 所以联邦罪里面 他他只中在仇恨犯罪 还有因为宗教 因为这个nationality 国旨以后 我早次剥夺了他人的生命 这种的话不算 他并没有说是谋杀 而是说因为你阻止执行别人的 所以的话这部分的话 他是用另外一个罪名 所以的话你在98项罪名里面 看不到谋杀罪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有可能州的案件先走 因为已经进入了一年的时间了 那有可能到最后的时候 审理完了判完罪了之后 再移送到联邦案子 联邦法庭进行起诉 所以一单子起诉之后 就没有所谓的追诉期了 因为追诉期的话 就是说起诉期 在州里边的话 清罪一年 以后的话 这个重罪三年 在谋杀案件 没有任何的时间追诉期 只要有证据 随时可以起诉 所以在联邦案子里面 同样的 他这项罪名 如果是按照正常的程序来说 不牵扯的谋杀 以后他有五年的追诉期 但是现在一单子起诉 就不存在追诉期的问题 已经起诉了 好的 谢谢大家 继续关心 支持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好 下次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